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已经进入领党员名单阶段 也宣告选战将开始完整的咯 而在今天两岸政策协会也发表了最新民调 发现泛兰支持者最支持的对象是吴敦毅 红好位居在后 不过网路上是否也是吴敦毅领先呢 关于新闻透过网路社群平台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 网友反而比较挺红袖主 一走进发表会现场就像另一场逝世大会 党主席呼声不绝于耳 吴敦毅临时新增行程亲自出席政策白皮书发表会 心情不错因为选举最新民调出炉 吴敦毅位居第一 如果就我们这个正负3%的误差范围来看的话 红袖主跟吴敦毅两位的这个支持度呢 可以说是在伯仲之间 我们特别针对泛兰阵营来看的话 我们发现吴敦毅 吴敦毅的这位候选人 这位参选人呢 可以说是这个领先其他几位 这个他们党内的这个参选人 根据两岸政策协会民调显示 全台民众最支持的国民党主席参选人 第一名是洪秀柱 吴敦毅好龙斌位居23 三人差距不大 不过聚焦在泛兰支持者 吴敦毅则要居第一 领先好洪四个百分点 这些民调都是参考作用 我没有什么评论 只知道努力向前 而网络的声浪是否也跟传统民调不谋而合 网语新闻透过网络社群平台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 在国民党主席选举上网友最多讨论的是洪秀柱 再来是好龙斌吴敦毅 不过讨论议题中的正向支持是吴敦毅获得最多 两者相成 算出有最多网友相挺的参选人 则是洪秀柱 民调高的孝兮兮 因为在六人参选的激烈竞争之下 很有可能出现西瓜效应 随着佼佼保证机及领取党员名册宣告选战正式开跑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就看谁能吸引选票攻上党主席这块山头 欢迎新闻量部黄云辰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